大家好,我叫胡婉盈 我今天朗诵的题目是 北大荒的秋天 九月,从第一片树叶落地开始 北大荒的秋天也就来了 天空一闭如洗 只有在傍晚 西边的天上才会有几缕流云 这些流云在落日的映照下 转眼间变成一道银灰 一道橘黄 一道雪红 一道酱子 就像是美丽的仙女 在空中抖动着五彩斑斓的锦断 小河清澈见底 如同一条透明的蓝筹子 静静地躺在大地的怀抱里 一群小鱼顶着水游过来 明镜一样的水面 顿时样起了一道道波纹 原野热闹非凡 成片的大豆摇动着豆甲 发出哗啦啦的笑声来 挺拔的高粱扬起黑红黑红的脸庞 像是在乐呵呵的演唱 山坡上大路边村子口 榛树叶子全都红了 红得像一团团火 把人们的心也给燃烧起来了 生活在这里的人 喜欢用大豆摇鳞千里金 来赞美遍地金黄的九月 这里的田野 山岭 江河 连同那茫茫的草垫子 都会在这个季节里 用双手捧出沉甸甸的宝物来 啊 北大荒的秋天 真美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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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